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零零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市場供應活動 叫做阿斯特雷亞之夜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完成任務之後 會拿到的這個頭像框 觸碰星星的窗 對 就是那種像那種窗戶嘛 然後是有那種窗簾還有一些小裝飾 有點蠻童話的感覺 再來是那個個性動作 毛女的個性動作 靈光一現 我們就期待之後的那個內錄吧 然後該活動呢是10月12號維護後的 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那個工藝紙皮 毛女的工藝紙皮的這個海報吧 好 這個看上去呢 這一身穿真身看起來就很像 毛女這個睡覺的這個睡衣啊 那這樣看上去感覺她好像是在做夢吧 還是在夢遊沒有沒事 好 然後這次的皮膚感覺特效蠻多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說不確定會不會這些是全部啦 但是我們透過海報可以看到有在飛的蝴蝶 還有下面的魚 還有一隻活潑可愛的小狗狗 喔 那個他們的那個螢光 螢光透明程度啊 大概跟幸運兒的那個金皮 那隻尾巴差不多 再來是她手上拿這個手帳的那個星星還會發光 整個呢 感覺上來就是很溫響 然後穿的那個毛衣滿好看的 希望那個質感在內入的時候可以做出來 OK 放大看一下 然後 對 就是整個很睡覺模式 頭上戴著一個睡帽 好 反正都是睡覺 OK 然後還有一個小 小髮夾 星星的小髮夾 然後 對 穿著 穿著有點學生型的這個皮鞋 還有那個白色的絲襪 那是絲襪嗎 反正就是白色的絲襪 好 就是絲襪 沒事 OK 然後所以到時候 可能就是特效不會像這樣海報那麼多啦 就是幾隻蝴蝶 幾隻魚在那邊飛嘛 然後狗狗可能在下面挑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 也許這可能是個性動作喔 我也不確定 但剛才個性動作講的是靈光影線 所以可能不是 那我們就期待這個內入的呈現吧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那對了 這次是10月12號 那個維護後上架 大家剛才有聽到了 然後這是 因為這是工藝皮膚 所以僅限回身購買 大概一件紙皮的價位 回身紙皮的價位 然後扣掉一些奇奇巴巴的雜費之後 官方他們會全部捐給 國際的慈善組織 因為畢竟這是工藝活動嘛 所以呢 我們就期待內入吧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